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推出家庭检测到治疗计划 符合条件的成年人现在可以免费接受新冠和流感的家庭快速检测 远程医疗咨询和家庭治疗 该项目最初是在选丁地区作为试点推出 现在已在全美范围内通过TESTRTREET.ORG网站提供 任何新冠或流感检测呈阳性的成年人都可以注册接受免费远程医疗服务 如有必要还可以获得药物直接送货上门 通过该程序还可以进行后续护理 目前新冠或流感没有呈阳性的人 如果没有保险或没有通过联邦医疗保险 医疗补助、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系统或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等联邦计划投保 可以获得免费检测 该项目最初将提供辉瑞品牌的新冠和流感家庭测试盒 这是FDA授权的第一个可以在家中通过一次试子检测两种病毒的测试 据悉,此计划将于2024年春季到期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12月6日突发枪击案 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 枪手在与警方的对峙中身亡 一名直接了解调查情况的执法官员告诉美联社 枪击案中的枪手是一名教授 曾在该校求职位过 他曾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东卡罗莱纳大学工作过 另一名执法官员确认嫌犯为67岁的安东尼·波利托 该官员说,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调查人员周三晚些时候搜查了内华达州亨德森的一间公寓 并取回了几件电子设备 其中包括波利托的手机 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警长凯文·麦克·马希尔表示 四名中枪被害人当中 唯一伤者原本列为重伤 目前已好转为伤势稳定 另有四人出现恐慌发作症状而送医 有两名执法人员则在搜寻被害人过程中受轻伤 根据Realtor的最新预测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最终放松 加州许多城市的房屋销售预计将在明年大幅反弹 预计到2024年 有五个都会区的销量将实现两位数的同比增长 包括奥克·斯纳德牵向增长18% 河滨圣贝纳迪诺安大略13.8% 贝克斯·菲尔德13.4% 圣地亚哥·丘拉维斯塔卡尔斯巴德11% 沙加缅度10.3% 洛杉矶到长滩地区的房屋销售 在经历了两年的下滑之后 预计将攀升9.2% Realtor根据两个因素对前100个市场进行了排名 预计独栋住宅销售增长和预计房价中位数增长 在加州所有六个市场中 预计房价将比2017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上涨40%以上 Realtor预计2024年圣和西森尼维尔圣克拉拉 弗雷斯诺 旧经商奥克兰伯克利等地区的销量预计将平均下降4.1% 12月6日的一份公告显示 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将把其所持万达电影51%股份出售给中国如意控股 正式完全退出电影事业 此举震惊中国电影圈与地产界 按照万达电影12月6日最新总市值推算 王健林出售的股权价值约26.67亿元人民币 但这次出售的价格尚未对外公开 中国如意前生为从事互联网等业务的横腾网络集团 由恒大、腾讯共同组建后更名为中国如意 截至目前 腾讯通过旗下全资附属公司Waterlily 持有中国如意20.36%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 半年内王健林已直接或间接出售万达电影股权四次 有分析认为 万达在短期内多次出售股权筹措资金 很大原因与珠海万达商馆迟迟未能上市有关 此番决定也是巩固现金流以应对不确定性